Om Guru Lanshan Siddhi Home Om Guru Lanshan Siddhi Home 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根气两个字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根气 实在是跟这个轮回有关系 佛教本身是讲这个轮回的 也就是有多事 每一个人都是有多事的这一种轮回 那为什么可以知道有轮回呢 很多人都对这个轮回的事情 比较好奇跟去探讨 有的时候啊 你用观察就知道有轮回 对自然界的观察 你可以很仔细的这个看出来 像太阳啊 每天从东方啊 这个出来 然后落到这个西方 从西面下去 白天 晚上 都是在轮回 整个宇宙的现象啊 春 夏 秋 冬 都是在轮回的 很简单的看啊 你那个海水 跟河水 它有这个脏潮的时候 有落潮的时候 这个也是在轮回 水啊 脏潮啊 落潮 都是在轮回 整个天体的现象 你看那个宇宙啊 这个九大行星 太阳系 还有彗星 按照天文这样子去观察 它本身都有一定的轨道在走 也是一种轮回的现象 轮回的现象 这个大到整个宇宙天体 小到个人 你自己本身啊 这个血液啊 也是一种轮回 你身体的这种现象 都是一种轮回的现象 轮回啊 可以讲是佛教本身的一个 它本身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番 根气啊 根气啊 就是从轮回所产生 有人讲说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 这个出生啊 这个点啊 应该都是平等 然后在以后后天的努力啊 才有这个产生啊 不同 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天生的 有很多都是天生的 天生的 天生的 有很多天生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智慧的 很有智慧的 有人天生就是很愚蠢的 也有天生就是天才的 也有天生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白智慧的 由这里观察 他有所谓的前世 现在有所谓的未来 从自然界观察 根气啊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谈到根气啊 其实有三种 一种是正的根气 一种是特殊的根气 一种就是 啊 这个破的根气 破的根气 那整个 我们这样子观察这个根气啊 了解到我们这个 学习啊 佛法的这个过程啊 有的很快 它是特殊根气 所以它很快成就 有的一步一步的 渐渐的成就了 但是正跟风 那是正根气 那是正根气 有的反护无常的 一会儿信啊 一会儿犹疑啊 那么一会儿这个 是很热啊 一会儿就冷了 有的是热 热的一阵子 冒泡 热的冒泡 但是冷的也快 冷的跟冰一样 热的跟烤红的 是那个链啊 那个铁一样的那么热 那冷的时候就像冰 这个是一反一复 如同潮水啊 一上一下 有很多弟子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 这个卢斯尊啊 看众生啊 就如同看那个潮浪 站在海边啊 看那些那个潮啊 一波起来 又下 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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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 又上又下 人生如同潮浪 生活中的弟子 也跟潮浪一样 一波涌来啊 就贫啊 又一波又来 一波啊 未贫啊 另外一波又起 这人生啊 真的是潮浪的 能够很久修持的 有这个道心坚固的 事实上也不多 那个破 破根器啊 还是多 正常根器也不少 特殊根器就很少 要找到特殊根器啊 很困难 特殊根器啊 是说 你前世 已经有很有修行了 你已经修的 已经快满了 师父只要给你一点了 一指点了 你马上就成就了 这个是特殊根器 在这世界上 要有这样子的特殊根器 很困难 我们是 要很微妙的这样子观察 去寻找这样子的特殊根器 一点就成就的 这个是少数 这样子是特殊根器 为什么它能够 慢学而有那么大的成就呢 主要它是个特殊根器 因为它不是没有学 而是它在过气式当中啊 早就禅定功身 快要成就了 所以它来见师父的时候 一经指点 它马上它就开悟 这个是属于特殊根器 但是这种特殊根器 很难 很难有 可以讲万人之中啊 不得其一 甚至于啊 这个百万人之中啊 千万人之中啊 不得其一 很少 一般的 是属于啊 啊 幻幻之辈啊 幻幻之辈啊 幻幻之辈比较多 这种幻幻之辈啊 假如能够 它的根器啊 还是固定的 没有破 还不错的 它慢慢修啊 将来也会成就 慢慢的这样子修持啊 它将来也会成就 那个叫做见悟 渐渐的去成就的 那特殊根器也是顿悟 一刺激它 它就 开悟了 它一个跌倒 它就开悟了 哦 它这个是比较厉害啊 创破头啊 啊 这个 它就 开悟了 这个就是很特殊的 一种根器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Om Mani Bémi Ho Om Mani Bémi Ho